各位,歡迎收看今集,我是小提琴手葉兆熙 拍子機怎樣用呢?拍子機有什麼用呢? 大家先要明白,就是我們所唱的歌 或者是我們拉琴,或者是讓樂器 我們很自然是會衝快或者拖慢的 我們一定會衝快或者拖慢 視乎是衝多少和拖多少 始終我們是人,我們不是機器 衝快和拖慢是正常 譬如我們要拉一些很輕快的歌的時候 我們自不然是會跟著想快 但是大家知道衝快和拖慢都不是一件好的事 尤其是如果你是跟別的人一起去玩這一首歌的時候 譬如你跟一隊樂團或者幾個人一起玩chamber music 衝快和拖慢,那當然不好 你想想,四個人,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一套速度 或者他們有他的拍子的感覺 那怎樣合得來呢?那就散了 其實拍子機的作用就是 就是讓我們盡量不要衝快,不要拖慢 有隻小鳥跌落水 我想人人都會,是不是? 有隻小鳥跌落,有隻小鳥跌落水,跌落水 如果你跟我這樣唱的話呢 很明顯是快,一直在衝緊,是不是? 如果我的拍子是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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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那我們要知道 究竟每一拍有什麼音 第一拍就是有隻 第二拍是鳥,是兩個字 然後第三拍是跌落 第四拍子是一個水字 水 你不可以第一拍裡面呢 明明只有兩個音,兩個字呢 你放三個字下去 你不可以有隻鳥,是有隻鳥 第二拍只能夠 你只能夠去到第二拍才說那個鳥跌 如果鳥跌不可以早,亦都不可以遲 譬如早的話,有隻鳥 早了,如果遲的話是怎樣? 有隻... 咦? 那個鳥跌應該是跟... 那個鳥... 那個鳥跌應該跟第二拍呢 是對齊的 有隻鳥仔 第三拍是跌落 你不可以有隻鳥 仔跌落 亂了 一路上樓梯一路唱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好,那如果要拉的話 其實是一樣原理而已 落,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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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 第二拍只能夠 是拉第三、四個音 落,上落,上 然後,需要些什麼? 一邊拉,你一定要聽著那個拍子機 一邊拉,你要聽著拍子機 你不可以跟你自己心裡面 喜歡那個速度 就算明明首歌 你會覺得沒那麼慢 但是如果我們 是想練到接拍感的話 我們一定要由慢練起 你由快 你一開始就已經有隻鳥仔跌落 是呀,你是搶得到 但其實呢 你並沒有改善那個節拍的感覺 你並沒有改善那個節拍的感覺 你只是在騙自己 有隻鳥仔 你運功的 那隻手呢 那個時間呢 是要拿得很準 雖然呢 你最初拉的時候呢 你一定會早或者遲 可能有時候這個音早 有時候下一個音就遲了 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 但是你 只要你知道呢 我早了 接著你慢慢教 遲了一點 最怕是什麼呢 你早了又不知道 你遲了又不知道 變了好像個拍子機又拍子機打 拍子機又拍子機打 一個拍子 一個快慢 你自己唱或者拉呢 又是你一個快慢 這樣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一邊拉 或者一邊唱 一邊拉 你要聽著拍子機 現在是數到第幾拍 去到正拍沒有 關於拍子呢 還有一件事要說的 就是拍子 是你 你和觀眾的一個承諾 觀眾不知道你拉那首歌是怎樣 他不必知道的 但是呢 從你拉的頭那一兩個音呢 他已經感覺到 到底你接下來拉的這首歌呢 那個快慢 拍子是怎樣呢 這個是你和他的一個 agreement 來的 所以你不可以 你拍子的感覺 不可以不穩陣 不可以 經常衝 不可以衝快拖慢 這樣人家呢 會聽得很辛苦 初初學琴 不妨呢 是多用拍子機去練習 多用慢的速度去練習 你一定要慢練起 一定一定要由慢練起 慢的拍子 好像心跳那樣 不可以 時快時慢的嘛 時快時慢 就要去看醫生的了 那這條路呢 我都走完了 那我先看看 我走到出來 現在在哪裡呢 有些開得很漂亮的花 但是不知道是真還是假的 假的 可以看一看 就知道了 你在哪裡 那裡 最後人都會想到 太多餐人 在哪兒 我還是很高興